久不久也有學生有觀眾問我關於手指法力的問題 對他們來說三四手指的法力尤其是難 經常跟我說手指不夠力 然後一用力的時候手指就會這樣踏下來 我從前會叫他們用三甲去練習 很可能他們聽到用三甲練都會覺得有些不可思議 三甲可以叫來練手指的法力嗎 其實就是你拿著三甲 這裏有三甲 這裏有三甲 如果你用食指用手指弓這樣夾它 用中指也不是很難 但一比較起來用無名指和尾指是特別難的 尤其是尾指 大家不要小看這個練習 其實如果你是每一天持續練好幾組 可能每一組是練十次 可能你一天是練三十次這個手指的開合 我相信你不用一個禮拜 到你去練Stratix 或者是練一些練開的樂曲 你都會覺得是有點不同 至少你的手指一定在法力比之前是有力的 反應是快的 但可能你說好像也不太好 好像也不太適合我 會不會真的有些儀器可以幫我練到手指的法力 答案是有的 我最近在網上看到有一個很簡單的裝置 就是用來練手指的法力 裝置就是很簡單 大家看到有四個按鈕 其實一看你都知道是怎樣用的 弱的手指是三四手指 我們想做到其實就像一二手指一樣 一二手指有些什麼是可以等三四手指學的 就是它在法力的時候是不會等兩秒才可以按下去 還有它們在法力的時候 大致上是可以保持這個關節的弧度 不會讓關節是這樣的 如果你的三四手指用力的時候 都能夠保持這個一二手指的弧度 那就成功了 這個裝置還有什麼特別之處呢 就是你打開它的底部 其實它是有四顆螺絲的 那這四顆螺絲要來做什麼呢 就是要來去調節那個鬆緊 你看到螺絲凸出來 這個是最容易按下去的一個力度 那你說不是啊 我想去練一下一二手指 一二手指可能都需要練的 那你就可以把其中兩顆按鍵領到最入 你領到最入的時候 就是最難按的 你問我的話 我覺得其實都是有分別的 那一二手指是比較用力 那三四手指呢 那三四手指呢 都仍然是最容易的那個程度 你需不需要按到落底 其實你不需要按到落底 但如果我真的要用這個裝置去練的時候 那我就會練什麼呢 除了剛才說的那個關節不要踏下來 就是這樣 不要踏下來之外 就是獨立 你要感覺到是手指出力 需不需要按到落底 是不需要按到落底 因為我們最後想練的 不是練到有多大力可以按下去 其實我們是練法力的那一下 很多人法力 他們知道手指要做什麼 但是呢 要他們按個按下去的時候 很自然他就會用了手掌的力 去這樣刪斷 手指其實反而用不了很多力 那這樣東西呢 就是你練的時候 你要問自己 到底我現在是手指 是不是手指出力呢 譬如現在我要三手指按下去的時候 會不會其他手指都用了力呢 不小心 當然我們不想 我們只是想獨立 一隻手指去按 我現在就這樣看 不關是手指本身有沒有力 其實是你的腦和手指之間的協調 你要想一想 如果我只是這個關節要用力 我的手指頭要用力的話 其他手指要盡量放鬆 至少你看到我三手指按下去的時候 其他手指是不會怎麼動的 另一個練的方法就是 除了慢慢按到落底之外 看看可不可以快一點點 至少按超過一半 可能你開著拍子機 開著拍子機可能是60至70 或者慢一點都不行 總之有個範圍 看看可不可以每一下 跟著聽著拍子機的聲音 而是動你的三手指 或者四手指 譬如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我們說手指發力 不可以只是說他發力這一下 因為到最後音樂 所有事情都必須要跟拍子對齊 你發力就算被你按到落底 就算被你調到最難按那個 你按到落底 但原來你不能夠對齊拍子去做這件事 是沒有用的 所以你必須要練到對準的拍子 按不按到落底 這個反而是其次 一二三四 就算在一個慢的速度之下 你按的那個動作 仍然是要 仍然是不可以用超過一兩秒 即是不可以一二 因為拍子肯定走了 你要跟它對齊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我覺得現在我的速度是快過六十 但每一下的幅度是一樣的 其實是好像心跳 你練完三手指之後 你又要練四手指 三四 一二三四 其他手指有少少受影響 儘量不要 二三四 你要閉上眼 不要看著手指 感覺一下你的四手指 是否跟拍子肌對齊 四 一 偶爾你可以看一下 鏡頭 一二三 四 一二三 四 剛才我說過還有另外一個練法 試一下按下底 但當你慢練的時候 你練的東西就不同了 你要練 看看手指可否持續按下底 整個動作是不會 動一下停下 動一下停下不是這樣 而是連貫的 能夠控制到它的 一二 我選一隻最容易的一手指示範 所以你就知道 你的三手指都要 好像一手指這樣 盡量 不要斷斷續續的 開始了按下去 就一直按下底 然後再回 以按了 然後放鬆 為一個完整的動作 就不要按了 然後停 然後再放鬆 又再停 要按 放鬆 才為之一下 最後一種 就是這個對鍊 練雙音 是很有用的 去到複雜的作品的時候 是會用到Double Stop 雙音的時候 很多時候是13 24 13 24 雖然我現在沒有一個小提琴 在這裡 我按13的時候 我的24 都不會是這樣 或者反過來 按24的時候 13 很難 13是不會樹上去的 而24 記住不應該這樣扁 這樣不能靠其他人 告訴你 你只能夠自己留意 所以 你練這個1324 的時候 你要保持到其他手指 是大概一個弧度 13 13 和是同一時間 不是13 或者31 是一起 一起 大家看到嗎 這個其實是用回我們 剛才第一個練習方法 是對準拍子 大致上是一起 13 13 13 當然你也可以用第二種練法 就是慢慢下 慢慢上 慢慢上 慢慢下 一起上 其實很難的 大家 離開 上升的速度 看看按鈕的上升速度 要一起 不要忽視 其實我手指剛剛的關節有點扁了 你說 我的尾指有少許按下去 少許就不要緊 只要不要影響到 你這個13這個動作 這樣就可以了 你不可能在第一次就做到 所以大家要給點耐性 2 2 4 2 4 然後你就會發覺 只要你把所有力氣擠在 你要動的那一下 其實就不用 不是真的那麼大力 這個就是 我覺得是一個 很 有用 也可以練到手指 發力的 一個 裝置 我相信 如果你每天是練三組 每組是練十次 至二十次 你的手指一定不會沒有力 所以不要只懂得說 我手指不夠力 我手指不夠力 我三手指不夠力 四手指不夠力 是有很多東西可以去練 如果你說 你不喜歡這個裝置 你想用不用錢的 是用三甲 你也可以用三甲 最重要就是不要給自己藉口 希望這條很簡單的影片 跟大家講一下這個 練手指的裝置 希望對大家是有用的 如果你想知道這個裝置 在哪裡買的話 Google一下 可以去網上找一下 如果你真的找不到的話 也可以在E-mail問我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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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超會 好嗎